欢迎回来商界中环 KTSF26台认证举办母亲节拒话比赛 K212年班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我们今天的商界中环邀请到 KTSF26台的市场总监何兆堂 来到节目当中 来与我们介绍这个母亲节拒话比赛 Hello Kevin 你好 Mina 你好 是 Kevin 说起了 为什么我们突然间要举办这个母亲节拒话比赛 我先问你 你作为人的女儿 现在也作为别人的妈妈 作为女儿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画过一张卡送给妈妈 有 当然有 一定做过这些 有画过很多次 一定做过这些 那作为妈妈 有没有收过你现在的女儿画给你的公仔 很多 画到整个屋都是 是 已经没有计划了 所以我们其实KTSF26台就是说 想将这一样东西 其实大家在母亲节或者任何时候 到大家的小朋友和母亲之间都会做这一样东西 小朋友喜欢画画东西 我们将这一样东西 在母亲节那里将它放大 就让大家趁着这个机会 既然你都画公仔给你妈妈 不如就是 或是同时 也都上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也希望将你自己对妈妈的份爱 除了告诉妈妈之外 也都告诉我们的广大观众 其实我是很喜欢我妈妈的 妈妈真的会很疼 是的 那就说这次比赛 这个内容是怎样的呢 内容就是叫做我的母亲 很简单而已 其实我的母亲有些什么呢 譬如说你可以画妈妈的样子 又或者是你和妈妈生活里面的点滴 譬如说我最记得她以前和她的街市买菜 我很难忘的 你也可以一直画下去 但是就是说你发觉我们有花三个组别 有K-3和4-8 这些小朋友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收到一些参赛的作品寄了过来 真的很多画得很快 真的一个钟头内画完 是的 但是9-12其实已经去到高中了 这些东西最初我们没有加下去 但后来我们加上高中这个类型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多的小朋友就说 开始和妈妈的关系 某程度上来说也疏离了 再加上也喜欢拿着手机、iPad 现在开始妈妈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就说yes 那就不要理妈妈 其实有yes已经不错了 很多直接不理你 是的 我们其实也希望藉着这个活动 就将这些高中生 换醒他们 对妈妈那份爱 你还记不记得 你们以前怎样和妈妈相处的呢 或者趁这个机会 离开你们的手机 离开你们的iPhone 一会儿一会儿 就画一幅画 趁着母亲次送给妈妈 可能你已经没有做很久了 高中生们 对不对 但是或者趁着这个机会 也可以送一幅画给妈妈妈 真的很感人 我觉得妈妈收到一定很开心 是的 而且也是表示 很多时候其实妈妈不需要很贵重的礼品 只是需要小朋友对他们的爱 还有对他们说我很想念你 很喜欢你 就是这样 说起 你那个尺寸 就是说不可以大于A3 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 首先A3是什么尺寸呢 我看到了 我们手上有这张字 其实这张是我们的叫做Flyer 有时候在街上你也会看到的 就是说这张是A4 A4 稍微大一点就是A3 A3的尺寸就大概是11寸乘16寸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尺寸限制了你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看到海报上面写 是有最新的海报的尺寸 是任何尺寸的 你可以是一幅小的也可以 你可以一张A4纸也可以 又甚至乎你喜欢的话 你整个圆形三角形都可以 但是你就不能太大 比如说最大都是A3 就是11寸乘16寸 那就大概这个尺寸 大一点也不要紧要的 这样都可以的了 那你当然你不要传一张报纸 这么大张过来 还有整幅油画传过来 有些人很喜欢在油画上面画 你画了之后你发出油画 油画来说也不是说不行 不过问题就是说在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规格方面 或者我们刚才来说 我们把它放上去电脑 或者放上去屏幕上面 可能是会比较上困难一点 若然大家的尺寸都是差不多 是这样的 那就会好一点 其实油画一般来说 很多时候标准都有一个八成十的 其实这个尺寸都可以 或者再大一点都可以的 大一点都可以的 就是不要整幅好像什么巨珠 这样就真的太大了 但是也有小朋友 比如我小时候的那些 那样大张纸怎么画 小张一点的也可以 比如说那些人喜欢有些创意 整个圆圈出来都可以的 那就说起了 就是画完之后 那些作品怎么交呢 交有两种方法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邮寄 邮寄就是说你可以寄去 100号Valley Drive Brisbane California 94005 就是寄来我们的台那里 但是现在时代进步了 很多人就说 撞腰机 还要付邮费 其实可以就是说你画完之后 找一张手机 或者家里有掌握 把它掌握了它 或者是拍了一张照片 当然是清楚的 是不是 拍了之后 就把它上传到我们KTSF.com 我们KTSF.com 也都已经有一个版面 有一个landing page 就是有了我们这个 母亲节绘画比赛的详程在上面 那你就在上面上到去 你会有一个参加表格 你就填妥了你的儿子的名字 姓名 年龄 那些相关资料之后 就可以将你的作品上载上去 就这样的样子 真的方便很多 那说起这个折纸日期 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时间是很短的了 现在已经看4月份 4月25日就折纸了 所以如果要参加的朋友 就快出去 其实画幅不用很久 一顿饭就画完了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很快 他们两分钟就画完了 其实是很快的 真的不用一个小时 如果它焦点 其实真的一个小时内 可以画完 甚至乎高中生活 觉得嫌麻烦的话 不要紧 你还是花一两分钟时间 立刻画一幅 写个妈妈两个字都可以 都可以 即是写中文 那请问有什么奖品呢 奖品这次很厉害 我们非常感谢 是由Yamaha送出的电钢琴一个 哦 营号方面 我暂时不太记得 但总之就是一个 都有价值 都接近有1000元的电钢琴 电子钢琴 但是就是所有组别的冠军 不是每一个组别的冠军 因为所有加上的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组别 都会选出一个冠军 是 那这三个冠军 我们再选出一位 能赢到这个钢琴 哦 这样 所以 最终第一位得奖者 但是另外那些 还有很丰富的奖品听闻 是吗 没错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应该如何联络我们 那当然你可以上网 KTSF.com 有所有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想打电话 来问我们的话 我们的电话是415-468-2626 415-468-2626 当然也可以就是说 E-mail给我们 是marketing-at-ktsftv.com marketing-at-ktsftv.com 非常好 我们谢谢Kevin 正如Kevin所说的 我们KTSF26台这个绘坏比赛 是适合K-12年班的学生参加 而截止日期是4月25日 大家千万没错过 也可以表达你对妈妈的心意 我们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再见 拜拜